這是這個學期的第二課了是不是 來我們看單字 各位跟老師一起上英文課應該會慢慢感覺 國中英文跟國小英文最大的差別就是在詞類跟句型 國中比較偏詞類 高中比較偏句型 都是文法的一個部分 文法最小的部分就是詞類 有八類 鳴形動腹 觀儀借聯 文法最大的部分就是句型 有人說它就是一個特殊的用法 比如Tutu太怎麼樣 不能怎麼樣 So that如此的以至於這種特殊句型 它就是一種文法 一種習慣 來我們看第一句話 Stripe叫什麼 Stripe Stripe Strip Stripe Strip Stripe是什麼 連環畫 Stripe本來是一條一條的條 好 以前的漫畫 最早的時候是 四格漫畫 在 報紙上有一個四格漫畫叫Stripe 而易 Stripe Stripe名詞可以有錢有罐 Stripe Stripe There is a stripper There are many strippers Gem 堵塞 交通堵塞不可數 錢不可以有罐 後不可以有付 Gem Gem This Gem This Muchgem 交通擁擠叫Traffic Jam Traffic Jam 交通堵塞 交通堵塞 Gem除了是堵塞 另外一個意思是果醬 果醬也叫做Gem 果醬也叫做Gem 果醬 那如果是草莓果醬叫什麼 Strawberry Gem 橘子醬呢 Orange Gem Gem 花生醬呢 Peanut Gem Gem 他很像罵人的張字 Gem Gem的Gem 但是要最把他閉起來 Gem 如果Gem就是罵人的 Gem 果醬 Gem 好我們看下面喔 Neither 既不是也不是 所以Neither A Nor B 那Neither等於什麼 Nor Neither等於什麼 Nor 然後呢 主動詞要 顛倒 Neither等於Nor主動詞要顛倒 Neither等於Nor主動詞要顛倒 那 等於什麼 露點 Either Continuum To 否定用Either Continuum To 否定用什麼 Either Continuum To 否定用什麼 Either 所以Neither等於Nor 主動詞要顛倒 Neither等於Nor主動詞要顛倒 比如說 I am not a student 2 等於什麼 Nor Am I You are not a student 2 等於什麼 You are not a student Either 等於什麼 Nor Or neither Are You He is not a student Either等於什麼 Neither Either is he She is not a student Either等於什麼 Neither is she 就是動詞要顛倒 Explain 說明解釋 動詞很變態有三變三態 Explain Explain的 Explain 國異考什麼 國異考 Explain Explains Explaining Explaining According根據 依序 According等於什麼 Based on According等於什麼 Based on 接一詞 那接一詞後面要接什麼 要接名詞 動名詞或什麼格 手格 接一詞後面要接名詞 動名詞或什麼格 手格 Hose的主持人 Host A host There is a host There are many hosts Vase 花瓶 Vase A vase There is a vase There are many Vases On purpose 故意的 那故意的成義什麼 Intentionally Intent的是想要故意的 那動詞 Intent to 故意的 所以On purpose Intent to 故意的 On purpose 故意的 等於明明 to 故意的 故意要這樣做 動詞 React 反應 React Rea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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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 那React配什麼配On React on 說我善悉 騙不了什麼詞 建議詞 Finding發現 名詞 ing什麼詞 名詞 ing是動名詞 反應發現 發現等於哪個字 等於Discovery Disco 結果研究 結果研究 到這邊 沒有寫完請舉手 寫完了加油 記得名詞要分可數跟 不可數 動詞要分三遍跟 三態 形容詞要分三級 負詞形容加 LY 也有三級 好我們來看下面 Accident意外 Accident意外 名詞可以的全有關 或是 Accident An accident There is an accident There are many accidents 意外 意外交通事故都叫 Accident 好 車會叫什麼 Accident 車會叫什麼 Accident Shock震驚 Shock Shock死 Shocking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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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震驚 或是by So如此的 So點點點什麼 That如此的 以致於 如此的 以致於 如此的 以致於 So that In one's blood 在一個人學意當中 什麼叫In one's blood 在一個人學意當中 那在一個人學意當中 與生 俱來 與生 俱來 那與生俱來可以說什麼 By nature 與生俱來 By nature 與生俱來 In one's blood By nature Secret 秘密 名詞 可以有前往關 Secret A secret There is a secret There are many secrets Kit 開玩笑 Kit Kids Kidding 丹音節 短母音 重複自為第一家什麼 Ing 那開玩笑 Kid是小朋友 也可以當開玩笑 因為小朋友 愛開玩笑 Kit Kidid Kidid Study研究 名詞可以有前往關 或是study a study There is a study There are many studies 那又另外一個意思叫書房 Do you have a study at home 你在家裡有書房嗎 不是念不念書喔 Do you have a study at home 你在家裡有書房嗎 Study 書房 Grupper分組 當動詞 Grupper Grupper是 Grupping Gr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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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nto B 把A 編成B 這樣的組 Grupper Into B 把A編成B組 Grupper my student 把我的學生 Into 3 Different kinds level 編成三個不同的 程度 第一個是90分以上的 第二個是80分以上的 第三個是60到79分的 對不對 老師也是這樣分的喔 90以上的 一組 80到89一組 60到79一組 那60以下沒關係那都是不會被單字而已 很多都是不會被單字 會被單字都很好救 會被單字都60以上 那不會被單字就60以下 我認為不會被單字不是不被 就是有時候 方法不對 然後你被了以後你沒有分詞類 你會覺得奇怪老師我都被 意思我都看懂答案都選錯 因為你沒有分詞類啊 像如果你看跟我一樣 你會分詞類的時候 當句子找到動詞答案就出來了 真的不用看完整句話 答案都出來了對不對 很多 像介意詞後面只能接什麼 名詞動詞或什麼歌 介意詞都短短的 音樂 昂日 A小 映大昂吉小 介意詞後面只能加名詞 只能接動詞 只能接受格 受格密誘欣賀 阿小便 對不對 多講幾次就簡單 好 這今天為大家準備了 這個是島莊劇 剛好我們上禮拜 過年前有講島莊劇很重要對不對 好 負荷劇 受等於主動詞要 顛倒 逆二等於一的主動詞要 顛倒對不對 假設與探 省略 主動詞要 顛倒 Head or should Head or should 主動詞要 顛倒對不對 好了 那附加問句主動就好口是心非 找主串動就好口是心非 那動詞要門當戶對 否定動詞要縮寫 好 向來賓請是指歌啦 那這個歌要請導師放給他們聽然後 老師會公佈在臉書上 還有YouTube上你可以去找 好這些歌老師都會公佈在臉書和YouTube上去找 在家可以唱 多聽其實就背起來了 都是老師平常講的事情 好 請大家拿出今天的文法解密 現在拿一下文法解密 看一下今天文法解密 那文法解密是韓高中的課程 那我們來看今天文法解密 看國三夏的D 上禮拜我們講的是什麼 第二單元 請大家搬到第二單元 我們已經進到第二單元了 好上次講動詞的非兔不可 哪些非兔不可 希望動詞 非兔不可 生育動詞非兔不可 生小孩前要跟他講故事 要教他說英文 要計畫生 要資源生 那要下令決心生 生育動詞要跟他講故事 學英文 然後呢 教英文學數學 要求他做好人 然後讓他成為有用的非兔怎麼樣 不可 那今天我們看第二課 第二課是印起來動詞 你在二年級如果英文成績變得不好 就是因為你 動詞有一個鐵律 就一句話裡面不可以有兩個動詞 有第二個動詞的時候要加印或加什麼 2 可是你說那時候如果不知道那個秘密你會 寫印的時候答案2 寫2的時候答案1 你會以為你 完全不懂了沒有機會錯了 他是有固定的只能加印的 有固定的只能加2的 那上禮拜我們學習 只能加2的對不對 這禮拜我們來講只能加印的喔 叫印起來動詞 不要亂想是印 好來我們看下面 來請大家看 印起來動詞呢有三個字必考 而且佔了70%叫洗練丸 喜歡 enjoy 練習 完成 完了把它想成藍色小藥丸 要玩就玩 喜歡練習 這顆藥丸吃下去 你回去多多練習英文就簡單了 不練習英文就很難 對不對 因為洗練丸 想叫feel like to look forward to 如果你想 期待 避免錯過這次機會 想 這第一組喔 那第二組呢如果你想 期待 避免 錯過這次印起來的機會 會贏喔 ing引起來 印起來 ing引起來 印起來 英文考試90分是引起來 80分引起來 80以下就 雖然沒有全贏但是就有點輸的感覺 那別介意 別介意 別幻想 要繼續 花錢花時間 去運動 印起來 花錢花時間呢吃其練丸 印起來 那後面的是 國中比較少考的但是還是會考到的 為著浪費 跟花錢一樣 印起來 花錢是浪費 浪費是花錢 對不對 然後呢 別 別 Beezy忙於 Beezy Wiz 或者Beezy 印省略 別急著放棄 放棄叫什麼 give up放棄 印起來加ing 這第一組 洗練丸 第二組想期待避免放棄 第三組別介意別幻想 第四組呢別急著放棄 第五組呢輪流 有趣跟有麻煩 如果你不吃的話 有去have fun加ing 有麻煩have trouble加ing 所以呢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的繼續 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 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加什麼 ing 去運動加什麼 ing 去幫助藥使人環境緣形 去運動加什麼ing 我們去幫助藥使人是洗衣動支配 來去幫助藥使人 的去是環境緣形 那如果不是去幫助藥使人是去運動的話加ing喔 好了所以go mountain climbing go jogging go swimming go window shopping go shopping 對女生來說購物是運動喔 好 我常跟我太太開玩笑說 以前呢他是 只要壓力大 閒下來就會 看購物台 那 19世紀的哲學家迪卡爾說我私顧我在 我老婆說我買顧我在 因為我能夠買所以能證明我還活著 我存在 那就買了可以退貨嘛 太多把他退掉 好來看spend花 好了一樣 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的花 spend動成變態spender spender spender 印起來動詞加什麼 ing 洗練完 喜歡 練習 完成 藍色小耳丸 洗練完 印起來加什麼 ing 所以你只要知道第一個動詞印起來 第二個動詞ing 第一個動詞洗練完 第二個動詞ing 第二個動詞想期待避免錯過這次的機會 硬起來ing 別介意別幻想 硬起來ing 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 硬起來ing 別急著放棄 硬起來ing 有趣跟有麻煩的事 如果你不這樣做你會輪流 繼續錯下去 不是錯ing加錯兔 然後你自己都錯得莫名其妙 不是你的錯喔 是文化差異懂嗎 那我們在上這些課的目的怎麼樣 告訴你說原來 我們這樣講他那樣講 那我們這樣講對他那樣講反而不對 你知道這個差異以後你在寫字的時候 剛開始閱讀嘛 再來是寫字嘛最後大學什麼口說 那你就會說一口流利的英文 然後別人會覺得好奇怪喔 你都沒出國你為什麼英文講這麼好 那是經過三年的國中閱讀訓練 三年的高中寫作訓練 四年大學口說訓練 而且每一個步驟都要做好喔 不然你不可能到美國當美國人嗎 那你只有怎麼樣不斷的把自己內化 把這些規則內化 本來要背變得不用背 為什麼不用背 一直拿起來練習嘛 對不對 好自己練習自己拿起來練習 好 沒插完請軍手 加油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要往下走囉 好我們看下面 口訓 洗練完 喜歡國中叫enjoy 高中叫什麼 Appreciate CI唸成CCC appreciate CI唸成C為什麼 SH唸許 CI唸許 TI唸許 SHCI TI都唸什麼 許 洗練完硬起來 如果你想期待避免錯過這次硬起來的機會就一定要吃洗練完 千萬別介意 或幻想不吃洗練完會好 更別急著放棄 要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 然後呢吃洗練完 有趣跟有麻煩的是不知道這兩個動詞要贏起來的 又不是洗練完的結果一定烤不好 所以老師回想我現在講的這些回想啊這個都高中考的喔 我現在圈起來了 我沒有叫你寫的是高中考的喔 你不要跟老師說老師我都沒有你都沒教喔 這些都是高中考的 那這個故事可以用到高中喔 這故事可以用到高中 都是硬起來動詞喔 所以有趣跟有麻煩的是如果你不知道第二個動詞要硬起來 又不是洗練完 結果就會考不好 老師教了20幾年英文回想起來 回想叫recall recollect 很多優秀同學勇於認錯死不改過 讓人家談到 會忍不住怎麼樣輪流抱怨 因為大家考不好嘛想說英文好麻煩喔 都沒規則 好了那 談到叫 mention 忍不住 can't help can't stand can't bear resist 忍不住 然後呢輪流 沒有 take turns 硬起來 討厭 dislike resent 討厭 沒有辦法忍受 忍受 tolerate 都是硬起來動詞後面加ng 你就會覺得啊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這些都硬起來 好難背喔 你要用故事來背喔 讓我告訴你考試你都不知道怎麼做 對不對 亂槍打鳥也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老師建議你喔建議叫 suggest recommend advice建議你 不得不承認 就是要承認的意思 不得不就是要承認 延後 就醫 延後是delay postpond pull out延後就醫 或冒險不是寫完 都很慘喔 你不要鐵齒喔 這些字我現在寫的英文字都是高中的 這本書不要丟掉 到了高中再拿出來看一遍 會解開你高一到高三 硬起來動詞的所有秘密 不然你說老師我國中硬起來好厲害喔 洗練完好厲害喔 別擠得放學好厲害喔 繼續花心花心去運動好厲害喔 然後別建議別放學好厲害喔 怎麼到了高中不行了 來高中版的家 看到喔 沒有算寫高中版喔 你不要說到時候高中版所以你看國中 已經不多了對不對 國中有一點多對不對但是 跟高中比起來又少了一點 可是整個英文就這幾個字了 也沒了 好不好 那老師沒有的是什麼意思 沒有寫出來是可以加英也可以加什麼 可以加兔兩個都可以 考試都喜歡只能考硬的跟只能考兔的 懂意思嗎 我沒有寫都是加英加兔隨便你爽就好 好 但是呢只能加英的那就是這些把它背起來 好我們看下去 喔沒有了 喔有 有不是沒有來 那不要拒絕和別人討論 有病就要怎麼樣 去就醫嘛 老師就是你的英文醫師對不對 那不要拒絕resist 拒絕也是忍不住 忍不住也是拒絕resist抗拒 然後呢 又不跟別人討論 Discuss 討論 了解 贏不起來的原因 贏不了的原因 趕快考慮 大家都提到過了 葛蘭太教廠出品的洗練丸系列 引起來動詞真的太有效了 那最重要就是那三個字叫洗練丸 喜歡 enjoy 練習 practice 完成finish 國中叫enjoy 高中的appreciate 國中叫practice 高中沒有 還是practice 那完成呢 國中叫finish 高中叫accomplish 完成 都是完成 完成都是什麼 硬起來後面要加ing 第二個動詞 要加ing就要硬起來 來注意喔 後面的這幾個必考喔 托福gre 磁兔飛鼻兔 這個兔是介系詞 那當兔是介系詞不是不定詞的時候 不定詞還圓形 兔如果是不定詞要還圓形 兔如果是介系詞要加什麼ing不一樣喔 對不對 兔加圓形叫不定詞 那兔加ing叫什麼 介系詞 好 那期待 look forward to the to 是介系詞喔 注意 pay attention to the to介系詞 according to the to介系詞 thanks to the to介系詞 in regard to with regard to介系詞 有關於 有關於等於什麼 about in regard to with regard to be accustomed to 習慣 等於get used to 習慣 這個to介系詞喔 介系詞後面要接ing喔 in addition to介系詞 all into介系詞 refer to介系詞 prefer a to be 寧願a也不要b 這個to介系詞喔 我寧願吃飯 我寧願吃肉也不要吃飯 I prefer eating meat to eating rice 我寧願吃飯 吃肉也不要吃飯 聽說有種減肥法 不要吃飯 不要吃麵會減肥 但我沒辦法 我自己都要吃 那怎麼辦 就游泳 上禮拜過年沒游泳 這要恢復游泳 而且每個禮拜要每天要游3000 不然 這體重控制不了 來習慣 be used to等於剛剛哪個字 等於be or get accustomed to accustomed習慣 accustomed to 還有致力於叫Devote2 建議詞喔Devote2 致力於努力於 那Devote2等於work hard work hard努力幹嘛做什麼事 但work hard2加原型 Devote2加什麼ing work hard2加原型 Devote2加什麼ing 所以 等於work hard2 這個Devote2等於work hard2 但work hard2加原型喔 真真努力工作的2 加原型 可是呢Devote2加ing喔 因為這個tooth是介系詞 可以接受嗎 好 那下面學問練習總共幾題幫我看一下 幾題 有幾題 38好來 請大家做38題 那作答時間20分鐘 然後老師來公布答案 內容 老師表演給大家看喔 洞詞鐵律 那今天教的是印起來的洞詞 什麼叫印起來的洞詞 有一點點 什麼叫印起來的洞詞 第一個洞詞代表 時間有三變 三坦 那第二個洞詞要加ing 叫什麼洞詞 印起來的洞詞 對不對 洞詞會相互影響喔 對不對 好了那我們來看 第一題 來1到4題 CC Cb CC Cb CC Cb 來 5到 第5題 豬 6到10題 Cb Cab Cb Cab 11到15題 Ac Abc Ac Abc 16題 B 17到20題 Ab 豬b Ab 豬b 21到25題 CC Ab豬 CC Ab豬 26到30題 CCc BA CCc BA 31到35題 Cb 豬豬c Cb 豬豬c Cb 豬豬c 36到40題 C豬b 36到38題 C豬b C豬b 好 那我們看 1到10題一起來看 1到10喔 老師表演給大家看找動詞喔 你看這一招好不好用 雖然這一刻是印起來的動詞 可是有兔在裡面喔 你不要以為都是ing喔 來 How long do you practice 來把動詞practice劃成線 洗練完 喜歡 enjoy 練習 practice 完成 Gunish 洗練完硬起來動詞後面要加什麼 ing 所以呢 看到ing才對喔 看到吐的不對吐的不對 ing的後面要swimming什麼 for the race 為了什麼 所以剩下b跟什麼豬 為了什麼比賽 為了 所以這裡有陷阱喔 b對 但少一個什麼 for b對 少一個什麼 for missling is sick 她生病了 her kid take turn 輪流 好棒 輪流是什麼 硬起來動詞要加什麼 ing 輪流硬起來動詞要加什麼ing 而且take terms要加ing喔 然後呢她後面on省略掉了 所以要加ing take turns for doing 做家事 做家事 好了再來 第7題 我有跳康嗎 來第7題 extenders她危險的動詞 keep繼續花錢花時間來繼續叫什麼keep 花錢花時間spend 那也是浪費waste的花錢花時間 去運動 硬起來動詞加什麼ing 好了所以繼續花錢花時間一區運動加什麼ing have fun有趣的事有麻煩的事 have fun have trouble in have fun have trouble 硬省略掉了have trouble in加什麼ing decorating裝飾 所以have take turn輪流 有麻煩 有問題 有趣的事加ing 好我們看下面 第9題 第9題 Do you blah blahlending lending 第2動詞加ing 前面是什麼動詞 硬起來動詞 前面什麼動詞 硬起來動詞 硬起來動詞是誰 別介意 別幻想 別叫什麼 quit 介意叫什麼 my的 幻想叫什麼 imagine 別介意別幻想 不是洗澱丸喔 一定要是洗澱丸喔 那agree 2 1 2 plan2 Plan2 不可 enjoy 洗澱丸印起來動詞要加什麼ing have you finish 洗澱丸後面要加什麼ing not yet還沒有 not yet什麼呢 not yet reading 為什麼呢 洗澱丸 後面要加什麼ing 所以這個finish 這邊露一個空格幫我 打一個叉 勾勾 第11題送分 finish後面要少一個空格 he brought up playing把第2動詞安選起來前面什麼動詞 印起來動詞 印起來動詞 have fun 多了s is fun 改成has fun has fun bingo has fun多一個什麼2 所以have fun等於什麼 has trouble have fun等於什麼has trouble 印起來動詞加什麼ing 有樂趣 有麻煩 因為喜極 樂極會生悲 有樂趣 have fun 樂趣生悲 have trouble 印起來加ing 好了 Tell me告訴我 Why you enjoy 你為什麼喜歡 喜歡洗練丸 印起來動詞加什麼ing If you want to be a good singer 如果你想當個好歌手 You should practice practic 印起來加什麼ing Share的助動詞照鏡 practic 還原型 practic 洗練丸 印起來加什麼ing 對不對 喜歡 enjoy 練習practic 完成 give up 別急著放棄 別叫什麼 急著叫be busy 放棄叫什麼 give up 印起來動詞要加ing 有沒有寫起來 要寫起來喔 好了再來 I really brought in 加ing 所以前面什麼動詞 印起來動詞 印起來動詞 hate可以加ing可以加to miss 但是 如果你想 feel like to to be省略 期待 look forward to 不要錯過 miss 避免 避免avoid 印起來動詞要加什麼ing 如果你想期待避免錯過這次印起來的機會 那趕快要吃洗練丸 前面用什麼呢 錯過 如果你想期待避免錯過這次 印起來的機會 這次大好贏起來的機會 錯過叫miss 贏起來 加ing 好 所以因為miss贏起來那hate 可以to可以什麼ing 對不對 那want呢只能加to would love to 非to什麼樣不可 好到26題沒有寫完幾句手 都寫完了吼 我們繼續看下去喔 好 到16題了對不起 那我們看17題 找答案 My mother is busy 忙於叫be busy 那別急著放棄別叫什麼 退著 急著叫什麼 be busy 放棄叫什麼 give up 硬起來動詞 後面要加什麼ing 好了 would you mind 別建議別幻想 別叫什麼 退著 建議叫什麼 mine 幻想叫什麼 imagine 硬起來動詞加什麼 ing 我都幫你三個三個分好了 硬起來動詞加ing喔 所以這個是答案b 忘了希望動詞飛兔什麼 不可 來希望動詞 wish希望 好不希望 你的需要 忘了想要 希望動詞飛兔什麼不可 換原型喔 所以 完成原型 My brother was busy 又來了 別急著放棄 別叫 quit 急著叫 busy 放棄叫什麼 give up 硬起來動詞加 ing spend 要繼續花錢花錢去運動 繼續花錢花時間 繼續花 spend 然後呢 去運動夠 硬起來動詞加什麼 ing Cassie and Linda Take turn 輪流 哇好棒 硬起來輪流怎麼樣 抱怨不是喜愛玩 硬起來加什麼 ing 輪流抱怨 好 再來 The boy lost his notebook 他掉了他的筆記電腦 他繼續花錢花錢去運動 繼續 keep cap cap 硬起來加什麼ing 那forge的意思加什麼 ing forge的意思加什麼ing 好了所以我們看23題的答案 是什麼 23題的答案 所以cap加ing ing ing 然後呢 for them 為了他們 那 forge的意思後面要接 名詞動詞或什麼格 so格 so格 me you him her us you them 好我們看 How can you learn 你怎麼學英文的 so well這麼好 predits 洗練完 來洗練完是哪三個字 喜歡 enjoy 練習 predits 完成 finish 這三顆要玩非常重要加什麼 加圖還加NG 加NG就要硬起來喔 Speaking 好再來 Do you enjoy又來了 什麼玩 洗練完 喜歡 enjoy 練習 完成 finish 洗練完硬起來加什麼 ing keep 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 硬起來加什麼 ing 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 硬起來加什麼 ing 繼續 keep 花錢花時間 spend 去運動 go 硬起來動詞加什麼 ing finish 洗練完硬起來動詞加什麼 ing finish 洗練完硬起來動詞加什麼 ing ing 好我們看下面喔 所以硬起來洗練完 加ing 然後 quit 別急著放棄 別叫什麼 quit 急著叫什麼 be busy 放棄叫什麼 give up 硬起來動詞加 加什麼 ing 所以找答案 ing 好了 spend花錢花時間去運動 spend money on spend time什麼 in on省略加什麼 ing 好了 keep 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 老師他不是keep呢 因為他是keeper captor captor 雖然變成過去式還是什麼 還是keep喔 所以加ing用什麼 chatting 聊天講話 George keep 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 然後keep 硬起來加什麼ing 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 硬起來加ing spend spend 繼續花錢花時間去運動 繼續 keep 花錢花時間 spend 去運動 go 硬起來動詞加什麼 ing 硬起來動詞加什麼 ing 硬起來動詞加什麼 ing 所以呢spend加什麼ing cap加什麼ing ing Kips加什麼ing spend加什麼ing ing Tayton輪流加什麼ing 是不是都是剛剛講的那幾個字 他不是國中的喔 連高中都考了 所以你是不是只要會背單字 這個就比較簡單 不會背單字是你明明知道答案是什麼 但是 又不能帶小鈔 你不要把老師那個帶到小鈔上然後帶考字上都100分喔 然後被抓到變0分喔 好不好 這是處理老師的腦袋裡的文法 他怎麼會出這麼多題目 你看跟我一樣 他不是到文法書出的喔 他是把這些字呢 放在腦袋裡面 出一點ing硬起來的 出一點非兜不可的 出一點死亦動死亦要完成原型的 那這樣 混在一起考你以為很複雜 其他就腦袋裡面就是7個 哪7個 動詞一三容不下 二虎加硬或加 2 硬起來加ing 希望非兜不可 實意完成 換成原型 感官換成原型 例外加ing 最後怎麼樣 別忘記 別叫什麼 stop 忘叫什麼 forget 記叫什麼 remember 加硬表是已經做 加度表什麼 還沒做就是 這六個規則 就這樣子 那 表面上文法其實是什麼 文化 差異 那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喔 上禮拜我們教什麼 希望動詞非兜 不可 生育動詞非兜 不可 這裡拜教什麼 洗練完硬起來加什麼 ing 對不對 下禮拜我們來複習 十一動詞來去幫助 要死人 後面都完成 原型 對不對 是不是二年級的 有沒有越聽越懂一些 再來就做喔 好了 那38題算4題 做4個分數 1題10分 起給分 38題打4個分數 導師你在計分數的時候你可以取高分兩個 或是全計如果可以的話盡量全計 好 那才知道說他的是硬起來不好 還是非兜不可不好 還是死一動詞不好 對不對 好 就是科學的 登記分數才知道他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不然這樣